蔡英文的民进党政府 是否会在贸易倡议主动退让 再度出卖人民的健康 我们其实是看到了一些明显的迹象 让农药超标的日本草莓就地合法 预告开放了加拿大的全磷牛肉进口 台湾政府2015年底 修订学校卫生法第23条 对基改食品做出限制之后 美国就不断地说这是某一障碍 民进党政府准备连儿童的营养午餐都弃手了吗 出卖了人民的健康和孩子的未来之后 台湾就算换到了什么 还会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吗 大家好 我是高精素美吉娃萨利 5月8号我们看到蔡英文总统 他接见了北美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访问团 他说今年台美20世纪贸易倡议经过了两轮的谈判 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期待在今年内要完成这项贸易倡议的协商 隔天我们就看到媒体报道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他在访问美国之前 台美双方会签署这一项双边贸易倡议 媒体把它称之为美国给台湾的一个大礼 签署台美贸易倡议到底是不是一项大礼呢 我想恐怕未必 这还要看台湾人民是否销售得起 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不到一年 只谈了两轮 就对外宣布要签署协议了 对于这样的结果 民进党政府当然一定会把它当成大的政绩来宣传 但是对于那个动不动就说要摧毁台积电的贸易伙伴 美国 我们难道不应该怀着一份自我保护的戒心 来评估还有衡量这个贸易倡议的利弊得失吗 我们来看看去年美国贸易代表署发布了2022年 各国贸易障碍评估报告 这一份超过500页的各国贸易障碍报告书里面 关于台湾的部分就有9页 而这份报告发表两个月之后呢 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就被宣布启动了 我们怀疑这个倡议的美方谈判依据就是这个贸易障碍的评估报告 就好像开放进口美国莱猪这个项目就是多年来美国贸易障碍报告中的其中一项 这个贸易争议在台湾脱模了很久 最后民进党在立法院以多数暴力通过了开放美国莱猪的进口 蔡英文的民进党政府是否会在贸易倡议主动退让 再度出卖人民的健康 我们其实是看到了一些明显的迹象 5月3号卫福部的食药署他宣布开放两种草莓农药的使用 这让农药超标的日本草莓就地合法 这直接冲击到台湾草莓农民栽培生产的在地草莓 因为这些农民仍然禁止使用这两种农药 这就跟开放莱猪进口一样 美国莱猪可以进口 台湾猪仍然是禁止使用莱季 去年美国发布的贸易障碍报告 就把台湾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看作是贸易障碍 要求台湾要降低草莓农药使用的标准 现在开放了日本 美国当然就会比照跟进 开放进口超标农药草莓的将不仅仅只是美国和日本 还会有更多的国家 这么一来台湾的草莓怎么办 台湾的草莓种植农民该怎么办 台湾人民的健康该怎么办 同样的五月初卫福部食药署 预告开放了加拿大的全磷牛肉进口 加拿大的狂牛症疫区是2021年才解除的 依照国际惯例 进口这些前疫区的牛肉 都会限制在30个月龄以下 但是现在民进党却要开放加拿大的全磷牛肉进口 为什么 我们来看看去年美国的贸易障碍报告 大家就会恍然大悟了 因为开放给加拿大的标准 美国同样也可以适用 美国在去年的报告里面就提到了 加拿大的牛肉进口台湾的问题 并且在这个问题之后提到了 台湾当局对牛肉相关产品 包括碎牛肉 牛血制品 散装牛油 以及牛内脏的贸易障碍问题 这些东西在这次的贸易倡议里面 是不是都要全面开放呢 是是以美国人的意识当政策的民进党政府 会不会照单全收呢 我们难道不该担心吗 美国去年对台湾贸易障碍的评估报告里面 继续把台湾政府对学校营养午餐 禁止使用基改食品的政策 当作是贸易障碍 台湾政府2015年底修订学校卫生法第23条 对基改食品做出限制之后 美国就不断地说这是贸易障碍 所以为了一个21世纪台美贸易倡议 民进党政府准备连儿童的营养午餐都弃手了吗 下一代的健康也弃之不顾了吗 如果这个21世纪台美贸易倡议是这么样的内容 出卖了人民的健康和孩子的未来之后 台湾就算换到了什么 还会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吗 高金素梅在这里期待 政府能够好好地思考 人民我们一起来监督 大家好 我是高金素梅 陈建仁院长上任已经100天了 大家都在检视她的政绩 我并不想要这么做 我只想要追问陈建仁院长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那就是美国的台湾学人法案 要派美国联邦官员来台湾政府各部门工作 您答应了吗 上次在总质询的时候 我问了您这个问题 您突然暴怒地说 不能够怀疑美国 但是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担任行政院长已经100天了 我还是要再问一次 您答应美国了吗 您是不是已经出卖中华民国的主权了呢 国学人要在台湾治理当局之外的组织工作的话 这间组织的利益 必须和美国政府机构的利益是相关的 看到了吗 就连到一个民间政府机关工作 都要强调美国政府的利益 而那些没有中华民国国籍 不用经过考试考核升迁 还有努力工作 就可以在中华民国政府机关工作的联邦官员 他们会在乎谁的利益呢 是在乎美国的利益吗 还是在乎我们的利益 我看在乎我们的利益就算了吧 这段时间看起来 进口莱猪啦 搬走台积电啦 延长兵役啊 片面升息啊 一直到推销军火 甚至甚至还鼓吹战争 台湾人民这一路走来 我们都眼睁睁看着美国 对着它自己的国家利益 把台湾老百姓整得实在是鸡犬不宁 大家难道心里面没有数吗 大家是很有数的 我们看一下美国它之前 怎么样来掌控民进党政府 做了这么多令人生气的事情 现在还要再加上这么一个 台湾学人计划法案 事前控制的台湾还不够 还要派这些联邦官员来监督吗 而中华民国政府 我们可以接受这么样的一个 外国法案吗 院长 你不用急着说没关系 我现在讲的只是日本的例子 我待会会有时间让您说明的 我还要再介绍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现在大家都看到的 更可怕 除了日本之外 另外一个接受美国相关学人计划 多年的还有一个现在正在战火当中的乌克兰 我们不愿意在独裁威权统治的一个国家的 的威胁下去投降 没有这样的道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跟全世界 自由民主国家联合在一起 为的是什么 来尊重这一个普世的价值 所以你刚才讲的 讲了半天 也只不过是以美论的想法而已 好 你讲完了吗 中华民国 我跟委员报告补充一下 中华民正前没有你讲话的分析 美国的这个协人计划 协人计划事实上是深化两国的交流 事实上过去这几年 我们跟欧盟 欧盟也provide很多的名额 让我们的公务同仁进来学习 事实上这是深化两国或者两个集团之间的交流 所以你认为美国的这些联邦官员是来这里学习的 学习什么 学习缺蛋 学习缺电 学习我们人民为了一个蛋还要排队 学习我们只要是一个松鼠 要掉了我们的电缆线就没有了吗 我想跟你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中华民国的院长 请你保持你的尊重 我刚刚给你非常多的时间让你回答了 现在该我回答了 好不好 好 你刚刚讲的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可是你刚刚讲的学人计划 我们跟其他国家也有 刚刚我提到了日本的学人计划 我也看到了乌克兰 乌克兰是最近的 乌克兰的学人计划八年之前就先送了这些人去 这些斑斑历史战争的历史都还在近几年当中 谁是股坚和平 谁是股坚战斗 谁在毁坏世界的和平 全世界的人都看得非常清楚 只要是美国介入的地方 要不就是为了石油 假借西方民主 然后去残害别人的国家 你希望俄罗斯去入侵乌克兰 让乌克兰投降吗 在我讲话的同时请你不要插着 中华民国的院长 我们要通过一个美国通过的法案 然后我们要接受吗 台湾难道没有自己的主权吗 台湾难道没有自己的法律吗 刚刚我们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中华民国是不可以有外国籍来到这边工作的 当然 您说不是工作来看一下英文 为什么不是工作 请我们的助理翻一下原文讲得非常清楚 讲的是联邦官员到我们这边到工作 如果你的认为你的work的解释跟我不一样的话 那请问他们要来这里工作什么东西 互相交流啊 交流什么东西 交流什么东西 可以到国防部交流吗 可以到经贸处交流吗 可以到我们的外交部交流吗 可以到我们的那个那个国家安全局交流吗 那么多国家机密都在那里 可以这样子互相交流吗 就这样子互相交流吗